第十位传奇选手 好了 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十位传奇选手 有请来到舞台的前方 有请 欢迎十位 欢迎 欢迎 此时此刻 我真的有点恍惚的感觉 这次时光倒流了吗 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 是的 没错 我们来在赛前 简单地跟我们的两队先来聊一聊 先来跟我们这边蓝队来聊一聊 站在我身边的我们蓝队的粉丝 有没有 谢谢大家 大家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 想问一下PTT 上一次跟我们的草莓的对线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应该很多年前了 很多年前了 时隔这么多年 再一次的在这个舞台上 在比赛场上跟草莓对线 跟自己的老对手对线 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吗 兄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觉得这个好久不见当中 蕴含着很多层的这种意思对吧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今天两队的一个较量了 好久不见到我的一个观看体验吧 非常期待今天我们的传奇对抗赛 同样的我们所有的选手呢 可能在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有一种恍如就是之前的这种感觉 青春又回来了 是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好今天接下来比赛的这段时光 眼神牢牢的锁住我们的比赛 请我们的两队步入对战席 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 都带加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张环师问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3LPL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开了个玩笑 今天是我们这个传奇对决 我是解说小米 小双经济热爱生活 我是小双 很开心的莫根 心意见 硬如铁的小米 再一次来到解说台上 大家好 我是米勒 这一刻我们三个都有点热泪盈眶了 因为看到老达绿跟老艾继出场 那个感觉真的是回到了2013年 2012年 然后有的人胖了 有的人瘦了 有的人秃了 有的人头发又长出来了 而且一格不见草莓已经三个娃了 是 好像在座我们就 我们争取努力 好 那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广告 广告内容还是要播一下 英雄联盟正版水游来了 515公平竞技对战 传承端游纯正体验 访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或者登陆llm.qq.com 时刻关注手游最新动态 故事还在继续 英雄在你身边 上快手参与全明星专属活动 迎许海量豪里 还有我们的登陆qq.com 即刻入驻成为LL的官方内容创作者 尽情挥洒你的创造才华 更可获得我们的官方社区的激励 扶持共同成长 我有一种今天第一天解说的感觉 对 特别的 好兴奋 激动很兴奋 我上一次看到小米的测研 已经是2014年的时候了 5年了 没有 我同时看到你们俩的测研的时候 已经 5年了 看起来是18倍 就是今天看到你们俩也觉得有一种 只有我一个人在稳步长胖 然后你们俩都瘦了很多 主要看到场上那些选手就像你说的 你看当年的我们的最帅的路人王草莓 现在稍微一点胖 变境乐富 刚刚草莓出场的时候 小米说了一句 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就在今天 因为当时草里面确实是万千少女的对吧 对 非常的帅 朴老师反而变瘦了 这又没想到 朴老师就感觉青春涌住 这跟他第一天打比赛的时候一模一样了 感觉他的胶原蛋白更加丰富了 脸嘟嘟的非常的可爱 然后姿态是改变最大的 姿态现在非常的帅 他很励志因为他以前会比较胖 他有一段时间就疯狂的瘦身 现在可帅了 不过说实话我们今天这个本来我们三个接到这个解说任务的时候一看这个蛮感动的 然后就挺情怀向的吧 就是官方来找我的时候说就咱们娱乐一点 对娱乐一点 稍微打的轻松一点 主要是给大家怀旧一下 找找青春的那个味儿 发现那个味儿吧现在越来越严肃了 然后带着火药了 你看两边选手刚出场的时候 真的是一身的肃杀之气 就是那种够颜笑 剑马弩张的气氛已经传染到我们身上了感觉 就感觉他们今天是下了真功夫来的 对 而且听说他们之前就是练得非常克服 他们最近说实话两队都练得挺猛的 对吧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一半娱乐一半认真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观众要带娱乐的心态去看 是 那场上的选手实名选手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挺认真的 选手必然是认真的 他们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认真就是他们对待每一场比赛的该有的态度 但是我们主要我觉得还是以回味一下当年的那个feel为主 对 对 观众们可以抱着更加娱乐的心态 对吧 就其实有些梗嘛 对吧 对 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个我们的开始这个宣传片 大家看到很多熟悉的镜头 对 对吧 这个 其实就有一些梗 比如说当年这we的王草莓的一雪 对吧 草莓当时是丢一雪we必赢 是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这少小的空大 就因为当年草莓的这个上单的风格 我们三件工资装被移除了 比较抗压 抗压王草莓 然后就是其实今天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想看到他们当年 用当年一些标志性的英雄的 招牌英雄 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是一场这个自选 然后一场真招 也就是说有一个匹配模式在里面 可能大家都会选到招牌英雄 大家希望看到那种比如说 若蜂的卡牌啊 小小的情侣垂食啊 真的吗 包括那个卷毛的机器人 卷毛机器人 包括朴老师这种皇子吸血鬼 包括天使吧 对吧 草莓当时奥拉夫 然后他的刀妹 对 很想看到 这些英雄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挺想见到 但是我觉得啊 可能两队在这个气氛的一个感染下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会选择这个当前9.23版本 比较厉害的英雄 因为 就是这两天看完比赛之后 估计也是对当前版本什么的 现在的职业选手的理解 对 有了一些吸取 然后再加上这两天狂练 然后肯定我感觉今天是要下个真功夫的 毕竟还是很想赢嘛 确实 但是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想看一些经典的一些对决回味 对 其实观众想看那些英雄 但是选手选不选的话就另说了 因为选手打这个比赛的话 十名之介选手肯定都想赢的嘛 好了 我们这镜头已经回来了 这个 太多年到 太多年没见过的一个画面了 是的 今天打完之后也是会评选出 我们这个传奇对抗赛的MVP 还有这么一个 所以说认真 好像也是有奔着目标去的 你看那些眼神 哇 我们的草莓 真的很认人 草莓当年退役的时候是2014年草莓微笑 PTD还有笑笑 都是2014年的时候那个阶段退役的 现在已经2019年了 小老师 PTD PTD虽然已经退役了 但是现在还是活跃在我们LL的 各大玩家的视野当中 对 其实我看PTD最近也有练 真的有练 对 包括他的一些鳄鱼这些 还是能拿出来 而且挺秀的 海尔神 其实海尔神的话 现在状态保持的 我感觉应该是现在10名选手里面 相当好的一位 对 他应该是在峡谷在打王者 对 他的分段还是很高的 那我们的 风队 对 风队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战绩 他好像最近有完压锁 哦 你还偷偷地关注了一下 对 姿态 姿态其实状态保持也不错 因为其实 他是一直待在职业赛场上最长的 对 微笑 微笑更加不用说了 他现在应该是场上 就是也是保持实力比较好的一学生 而且他之前是当教练嘛 也是对职业更加接近一些 对 很了解 那适合可 其实以前是打辅助的 现在的话 因为IG现在缺AD嘛 因为还是去打野去了 看到卷毛就特别怀念他的机器人 当年可是用机器人各种抢笼 风中追风啊 笑笑 笑笑这些干嘛的 喝起来了 这润润嗓好跟队友沟通 笑笑在很多人心中成了情侣的代名词 像我们平时玩游戏 一个空大就会想到笑笑 而且你别说像我记得很经典的一个画面 就2013年在上海打全明星赛 其实现场观众一直在呼喊笑笑 她的名词 因为那时候她的锤石发挥特别好 是 那时候咱们是打北美嘛 最后好像输给韩国了 对吧 而老W打老IC的话 在之前我们的联赛里面也是 大家称这样一场比赛叫做国家得比 对吧 因为当时确实是两个队 可以说在当时的国内吧 就是粉丝量最大的 对 毕竟60亿和狗儿子之间的对决 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场比赛依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所以今天做第一排的矿泉水瓶都收好了吗 应该收好了 大家都现在很认真地在准备 看到这个阵容真的是太怀念了 大家记得那个IPO5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是有一个诺言是不在的 对 所以W还说其他四个人都到齐了 他也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对 但是真的就很怀念这样一个阵容 诺言应该作为现役的选手 可能是不能参加的 对 因为我们这五个人 如果诺言在的话 那真的太 真的就梦回了 对 太梦回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哇 卡牌 第一场的话应该是一个自选模式 是的 我们看两边都是要亮一些招牌英雄的 但是姿态这边拿了卡牌 哇 这样 其实你别说姿态卡牌当时也很有名 没错 对吧 而且他们是选得特别的快 肯定是一开始就想好了 对 你们记不记得一场乌鸦 选错了 对 选错 但是那场打赢了 而且发布得特别好 对 那个是在我们第一届的 英雄联盟职业比赛里面 是的 姿态刚才 呃 当时出道的时候 也是称他16岁的天才少年嘛 嗯 包括当时的 W的这个双中战术 都是为了针对姿态来准备的 笑笑拿出了情侣 哦 笑笑情侣 欢迎她 锁定了吗 而且这边是很经典当时的一个组合啊 女仅家情侣啊 姿态 哦 这也是她的经典英雄啊 刚才还没有锁定 其实我们看那个 传奇红这边挺有意思 他们是一个都没选 一句都没选 哎 这个可能他们是准备一起亮出来 哦 其实已经商量好用了 哎 给我们一个惊喜 因为我们 突然亮相 对 哇 姿态的死哥 哇 这也是经典啊 嗯 他的闪现加点燃的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死哥都带死哥 选丁了 我们看到 传奇 哇 传奇红拿出了自己非常善良的英雄 草莓的奥拉夫有没有 然后西瓜仪式 之前有国父第一九头 对 他的九头 传奇红卡牌 卷毛巨人 哇 哇 是那一味 是那一味了 而且刚才我们看传奇兰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是变了一轮了 哎 嗯 待会我们进入这个 游戏画面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一番 因为传奇兰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是 我看到好像拿了一个孟也 哎 有没有注意到姿态拿了个孟也 因为孟也 真没注意 因为W1那一下集体亮相 对 而且孟也其实是打卡牌蛮好打的 而且孟也 他在这个版本是中单很厉害的 对的 对的 中单孟也 包括一些刺客装备的改动 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些小的加强 我看到这个阵容 我有一点这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不知道 真的真的 我们电脑面前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很多真的 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观众 什么 年纪大的解说 跟我一个时代 对 真的看到这个阵容 想到了那些年的故事 姿态 大家都很认真 非常严肃 但是我觉得就是 W1能够亮出这首经典的选项 就突然一下感觉他们还是很照顾我们 这些老观众 观众对 因为观众想看 对 所以传奇红这边也是选出了这样一套阵容 而且今天毕竟是两把 第一场自选模式 第二场我们在进行征兆模式 好 我们看一下 进入到比赛当中 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传奇红这边是上单的铁男虾子 梦魇 梦魇 艾西 加泰坦 然后传奇红这边的话是奥拉夫 酒桶 中单的卡牌下路是维恩加上机器人 哇 维恩机器人 我也想到维恩以前也是蛮不厉害的 对 我记得当时有好多媒体去请他专门做这个 维恩的教学视频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更是他的EZ 他当年的EZ 对 太厉害了 S2的世界第一AD 我们看一下传奇兰这边 还是要帮助 盲森这里是 是从下半部开始开 还是那打也毫无疑问是这把 我觉得传奇兰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视野 视野是看到了 对 现在有一个眼 对 集体入侵 打的还是蛮严谨的 现在这个版本好像韩冰是排名比较靠前的AD了 对 现在下路的话像韩冰金格斯 MF 女枪 女警 对 辅助上面的话其实像女塔 泰塔 包括那个新英雄都不错 在那 姿态 中路跟若峰对线 其实卡牌给到的对线压力应该是不大的 怎么突然开始互相鬼畜 点赞 并点了个赞 姿态是挺皮的 好 这个Q没有Q到 卡牌回进一张蓝牌 对了 小走位 你别说梦魇队卡牌的限制还是有的 是的 这关灯之后你卡牌就不好飞了 对 特别是到六级之后 其实他因为有技能可以打卡牌的黄牌 这有可能 有可能 对吧 最近悄悄关注了一下对方的直播 听了一下战术套路 应该第一盘 第一盘是要亮个卡牌之类的 两边的打野都是把下半步全部刷完 现在在这个新版本的野区里面 因为野怪的刷新的时间会比较快 所以可能 比较偏发育的打野 在前期会取得更好的一个成效 成长能会比较快一点 对 可能你一波干可没有成功 对吧 回来以后经验就远远落下 哎 韩尔神绕了一圈 对 他刚刚应该是看了一眼 漂亮 姿态这边反应还是很快 这个W对于卡牌的黄牌的技能还是比较克制的 这感觉各方面都把它克死了 对 而且今天中路的对决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看点的 所以 对啊 搞不定是一直在切中路的画面 是的 但是选手这边是给到了草莓和PDD的画面 嗯 其实我们也蛮想看上路的对决的 主要是这样 几十人拉 哎 但是泰坦直接克回去了 对 笑笑这个 勾克勾 对啊 反应贼快 是的 谁说笑笑年纪大了 他经常自己自嘲自己是个老实的选手 对 实力还是在的 特别是意识还是在的 嗯 他应该是看到卷毛那个位置是要出钩 嗯 所以他提前做出了这种 他出钩我就马上够的预判 毕竟当年都是老对手了 对 你的那个动作要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可能一一一都会有一些察觉 来 上路这边 西瓜在蹲 但是 两边打也都在啊 两边都在 黄森也过来了 对 我们看这一波到底谁动手 九筒是落后一期的 两边在这边 草莓的位置是不是会被黄森扣到 他已经往这边走 打到了 可以上这一波 踢到了 但是被打断了 这边的九筒 西瓜出现得非常的及时 反而朴老师这边 叫出自己的闪现 西瓜 两个人都叫了闪现 这个西瓜的异技能啊 黄森摸了一下 对 黄森是摸开 然后朴老师叫了自己的闪现 是的 两边前期打的也是很谨慎 中路两边补刀是一样的 哎 下路卷毛的血量有点低了 这波艾希攒起来打 我回头还拉了一下 不许稍微有一点点偏 还好可可这里也是比较的谨慎 没有被拉在塔下 要不然这边还很危险 因为微笑那边还捏着一个治疗呢 其实就是一个勾引的一个打法 是的 这一波的话 传奇兰在下路取得了一些优势 逼出了笑笑的一个 逼出了这个卷毛的一个闪现 笑笑的话点燃也是焦了 其实维恩跟机型这个组合 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是打不过 就是可可跟笑笑这边一个组合的 维恩跟机型还是很需要装备跟等级起来以后 主要是看维恩的一个发育状态 哦 西瓜又是西瓜 但是套上了一个虚弱 酒桶这边赶过来也是直接逼出了梦魇的闪现 你看我们前五分钟啊 其实西瓜的表现非常的好 对吧 你看每一次紧要关头他都出现了 就是嗅觉很敏热 对 你看这一波如果不是他的话 其实姿态会打一波的恶风的血量 而且姿态这个闪现其实也是看到西瓜 因为西瓜是有闪的 那如果姿态被怼起来的话 其实他很危险 这边视野观察到了西瓜的一个动向 嗯 毕竟西瓜它是这里面相对离职也比较近 哎 状态保持的还不错 对 其实两边的打野选手我觉得 哎 最近的状态保持都挺好的 对 但是他实际已经被 但是有视野啊 对 已经被那个视野看到了 这样就显得有一点萌 但是两边的打野现在还没有时间 去照顾第一条的小龙 我们都从上一场比赛已经看到了啊 这个版本真的是得小龙 得远古龙者得天下 基本上拿到四条小龙 或者拿到远古龙是很难很难输比赛的 今天的比赛也看到这个远古龙的buff有多么可怕 对 展开效果太恐怖了 瞬间人就没了一套技能过去 对 闪现钩 没不到 瞄准了没有闪现的卷毛 姿态也是在旁边你看 他一旦一旦拉到的话他大胶就飞下去了 对 但是卷毛走位特别的小心 一直在下路一个绕圈圈的姿态 中路这边是盲僧也在草丛里边蹲着 看到没什么机会撤了 都是暗藏杀鸡啊 两边的中野毫无疑问是这场比赛的一个 节奏主导者 因为两边中野其实都是支援能力 很强的这种节奏英雄 对的 所以在配合上下路这种代沟的英雄 两边这把可能会主打一个中野下 所以下路这边我们也看到 是确实有一些动作 对 但是仿佛对面都好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一样 非常的小心 现在已经打了七分钟了 还没有诞生的 诞生我们的第一个人头 非常的谨慎 对 就是孟严你即便是飞的话 卡牌他也能跟上飞的 就是稍微慢一点 诶 这里我们看有没有想法 但是这边是被之前看得很清楚 是的 传奇红这里要决定动这条小龙 这应该是有了 应该抓掉了 应该直接拿了 诶 这个时间点把握得非常的好 对 也是看到了 但是这个时间段也是直接选择放弃了 应该是中路那个兵线已经过去了 对 因为瞎子是刚回家了 勾动了 这边卷毛 卷毛很危险 一血 艾西拿到了一血 被射赫尔拿下 西瓜来的话发现为时已晚了 有点山山来迟了 今天笑笑跟舍可可仗一对下路 还想为难一下这边的维恩 梦也在往过赶 我们看这一波 走位躲开了 微笑也是点了个赞 两边现在下路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火热 这要继续过来帮忙 我们看到 梦也和夏琳赶过来了 真的要四包二毛 其实有点勉强了 这一波还好舍可可走得快 要不然被西瓜撞到的话会很危险 但是刚才这里感觉没有配合好 因为泰满这里是把自己大招给交了 对 他们其实是想杀的 但是发现其实刚才 梦也跟瞎子的位置有点远 是的 协同性没有做好 而刚才梦了的话 西瓜这里是没有大招 他还是五级要升一下六 我之前试过 梦也如果开大朝着一个目标飞过去的话 孔是可以W他带过去的 如果说他们两个 那样是不是有点刺激 对 其实梦也是可以跟很多英雄配合的 包括像比较经典的上单的圣 上路这边就感觉处在另外一个次元 对 一直没什么声音 朴老师跟草莓 除了前期 因为中单没有到六之前 他们打了一波之外 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在这玩意 刚刚说着说着就来了 上来先招呼一套 但他们两个想要互相杀对方的比较难 如果没有打野支援的话 对 但是这边是中单来了 梦也也在附近 P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主要这把衣血不是草莓送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传奇红这边有点难了 可能有一点点被动 有点被动 确实 所以大家还是蛮希望看到草莓的衣血 又有那种感觉了 对 对 先带着卡牌 把这边蓝Buff你拿一下 若蜂 卡牌大招还没有 没飞过 对 不过我们看一下 这把卡牌面对的 AD英雄会蛮多的 其实只有算是铁男一个 是比较偏AP的英雄 可能卡牌这把的话 它的 做一些物理的抗性装备 生存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对 这把卡牌的输出环境不是特别好 而且这盘感觉卡牌它非常的小心 很谨慎 对 他基本上每次过半圈的时候都特别谨慎 不太会愿意出去 他也很清楚 孟演对他的一个限制 包括你看每次动的话 其实姿态先动的 对吧 对 其实传奇兰这边的话是很想主打下路 先把下路这个点去打开 是的 双方的目标应该还是下路打野都在往下路走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老大B还是得保微笑 对吧 下路核心 对下路毕竟维恩嘛 还是要保一下 这里勾 没有 这两个勾挺有意思的 但若峰这里怎么办 被梦也飞了 这波很危险 挂了一个虚弱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了 没了 紫海拿到了若峰的人头 传奇兰取得了一个2比0 你现在是西瓜赶过来 一个一闪 炸瞎子 瞎子被炸过来是残血 下路两人也赶过来 雪猫这边杀到了 孟宫 直接垫死了 但是没有这边是被笑笑 而且现在维恩可以继续的追击 这道墙上 韩冰赶过来了 这关维恩很危险很危险 被梦也直接一刀砍死了 再射可可 还能继续粘着雪猫 黏住了 这一波传奇兰是大获全胜啊 天哪 笑笑这一个苗表 立了大功了 他这个苗表是勾引到了微笑的一个追击 反而是通过苗表是秀了对面 那这一波打完 传奇兰在前期11分钟取得了一个5比1的领先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回放 先是若峰可能想找一下机会开下大招什么的 但是被ID也发现了 先逼掉了若峰的闪现 这样他就无力逃跑了 是的 没有办法用闪现去躲那个恐惧了 这个人头也是让姿态拿到 然后九董这边随后赶到一闪 直接把王苏给炸回来 这边野斧鞋配合非常的好 你看卷毛也是闪现 而补上伤害 但是自己 你看笑这边先挂了一个点燃 这个泰坦太耐打了 拖了好长时间 对笑笑三环打出来 回见时刻的精神 没想到 这一个精神 而且姿态也是残血 笑笑跟姿态两个都是残血 但是传奇红是 没有办法拿到任何一个人头 笑笑果然是姜是老的辣 就笑笑他打得会很聪明 对吧 他的战术打 他更偏战术那边 上路要单伤了吗草莓 但是PED这边的动力也很强 怎么能关掉下一线 有人那一口血 我的青春没回来 没有想到是不是王草莓送的一选 反而是王草莓拿到了 自己的第一个人头 反而是拿到了PED的一个人头 而且是一个单伤 对 很长士气 草莓现在是传奇红这边的一个扛把子 但是现在下路发育的距离有一点点大了 现在确实微笑的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是维恩嘛 对吧 我们都知道这个英雄很需要 我们看这边 传奇红好像想偷第二条的龙 这个龙应该有了 这边是有视野 但是来不及人了 拿得很快 好 我们看到地球马上要大变样了 很帅 其实这火龙的话 其实就更鼓励大家去 在这种开阔的地球去战斗 它会比较的 有利于一些进攻性比较强的球员发挥 哎 还是没冷之力 九筒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但是前面草丛是有视野的 而且他们的梦魇和虾子离得不是很远 在那里打蓝buff 其实九筒这把发挥是很好的 哎 看不到 那边正好一吐黑的 它是有个小的遮挡的 但是他们的忠言已经是在后面了 如果这一波九筒上的话 反而会吃亏 因为他们的自个人卡牌飞来了 感觉是有机会反打的 有机会反打的卡牌也要飞 梦魇也要飞 我们看这个九筒先这边秒了一套 但是自己还可以 反而向这边先被杀了 看一下KID这里是被递强 完了 这边又改上一个治疗 没有死人 射可教主题的闪现 梦魇也想飞过来 但是你第四个人 刘虫 怼了一下 这边艾星射系来了 卡牌也被杀掉 梦魇也拿到一个双杀 刺在这边喊在追 继续的追 梦魇也不是强盛吧 韩冰 卷毛这个神钩 但是这里的话 两边是打成一波三换三 打得非常的惨烈 反而我觉得 射可可是最大的赢家 你看他是一个ADC活到了最后 对 而且韩冰拿了很多的人头了 他这一波射起来了 而且孟宴也拿了 应该是两个头 对 孟宴 孟宴现在是413的一个开局 其实走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传奇兰这波并不亏 你看他们的C位 主要活到了最后 没错 他吃到了经验 他又吃到了经验 孟宴飞过去的时候 他们的人已经是残血了 对 孟宴打了一波 然后射可可在后面收割了 你看 这一波我们先看一下 他神圆一个技能空了 虽然来的 船金红的支援更早一些吧 但是他们也是浪费了很多的技能 血量 笑笑太硬了 对 笑笑太硬了 这边记得大家为难SC的时候 对 主太也是果断从周路赶了过来 职业一个大招 先把微笑就收掉 旁边射可可输出的 我不要太开心 是的 射可可这把非常的肥 我们看射起来 但是这一勾 卷毛式帮 就是老W这边止损了其实 对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还是老H这边转一点 他们的中路和这个AD发育 太好了 对 双C嘛 但是传奇红这边的话 现在下路发育都落在这个 机器人的头上 是的 就微笑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头的 而且补刀上面还是有一些落后 装备上面也和这个IC的差距有点大了 我听说射可可和笑笑苦练 我感觉这苦练果然很严重 一发大招直接定住这边卷毛 再加上太太一个大招 机身没拉到 下路 这边很瘦 微笑的一个操作 但是小孩 小孩被剪掉了 炸回来 微笑这边还没死 但是自打热力也是很危险 卡牌来了 一张黄牌切出来 被挡掉了 被挡掉了 他的反应很快 若芬这边还要追吗 已经打不过了 射可可的发育非常的好 已经破败了 这些就是AD装备的一个差距 虽然微笑的操作是满秀的 但是射可可他这个装备 扎实 他的输出能力太强了 对 而且他最后还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输出观念 把这个阻力杀掉了 对 把他逼退了 就是若芬他不敢追的原因就是射可可的装备太好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边 没看错的话射可的治疗 好 我们就距离稍微有点远 好像好像还有 是吧 看起来还有 因为我们离这个屏幕实在太远了 对 我们看这一波怎么打的 首先是射可可的一个神剑 射到了卷毛 泰坦这边的勾 长时间的一个控制 芒森加上孟严的一个入场 微笑是先把孟严定在墙上 对 稍微控制了一点时间 让九筒这边赶来救场 但是我们看到射可可 他的输出实在太高了 直接把梅伦射死 是的 然后正因为他的一个输出若分 是不敢追他的 是的 这场比赛 射可可的一个表现 也非常的亮眼 他现在是场上 可以说最肥的一个点 他跟姿态两个人 发育都是非常的好 维恩是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破败 对 但是这个时间点 是稍微有点点落后了 射可可和笑 他们的配合真的很好 刚才一顿等于是三个控制技能连住 对 卷毛不得动他 就是他们很会发挥自己这套阵容的一个战术价值 而且这个肯定是之前练习的时候重点练习过的 草莓刚才蠢蠢欲动想找一下机会 但是可能看到姿态这边的走位 有一点点似乎是洞察到的 我们好久都没有关注草莓跟PDD了 对 因为上路没什么响声 对 自从那个单杀之后 两边又开始和平发育了 不过说实话 两边的上单对这场比赛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还是要看两边的下路的C位 来 第三条小龙 第三条关键的元素龙 好像草莓这边要TP了 PDD是少一个TP的 看一下卷毛这个拉 这个可能是一个TP差 因为草莓的TP的一个领先 让传奇红拿到了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振夺一下 这边能快捷接盘吗 毛孙踢到了 但是没有拿到 这边的话先关灯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炸回来一个 看他已经被秒了 这边也是艾兴被终结掉 这波主要的输出点被杀了 而且若峰这边还有状态 K是踢了一脚对方的奥拉夫 PDD是关灯 3个2的一个局面 关灯关死了9头 但是自己交出一个闪现 若峰这里是没有闪的 PDD之连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逃生的路径 他往下面走了 应该是能逃 两边打成了一波3换3 但是火龙被传奇红这边拿下了 是的 这波其实就是人数 有一个短暂的优势吧 因为人到的更快一些 打了一个瞬间的蚁多打扫 虽然PDD支援过来 但是主要发育最好的射合可 是被秒掉了 是的 所以还是蛮关键的 如果射合可能活着 他的持续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是输出点最强的那个 我们看姿态这边 这本来姿态这边发育的也挺好的 但是刚才那波团战 一个失货是直接把他的输出给限制了 我们看太坦先给大招 我们看守后这边先A一下 然后被奥拉夫贴脸 奥拉夫这一波太关键了 维瑶也是被换掉 提了一脚奥拉夫 那这个关门是没有办法的 那关 对 把它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正好也是一个火元素龙的一个地形 然后PDD这边的话 可能逃生的状态也比较好 所以WE也没有选择继续去追他 这两边传 这几波传奇红好像是打回来一些了 对 它打回来很多 而且它们刚是 亏掉了对面的中塔 特别是这个火龙拿下了 第三条 后面的后续的两条 好像就更加的关键了 现在龙的压力 来到了传奇篮这边 我觉得新的版本开启之后 大家对小龙格外的重视了 就每一波团你必须要打 而且你打输以后 好像就没有回头路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容错率了 就是当年IG和WE第一次打的时候 小龙还只是提供300块钱 是的 控制一下这边的河道线 对了 姿态发育是很好 又做了一个血色之刃 这样的话 他在单挑的时候 秒人的时候 更加的有把握了 现在这个攻速有点恐怖了 对 他这伤害能力非常的强 现在传奇篮要利用自己装备 有点优势 可能想要压一下 对 主要还是爱希 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强势吧 我觉得这段时间 还是传奇篮这里 更加的生猛一些 但是如果之后 维恩的装备再起来一点的话 可能爱希在这段时间的一个优势 就不存在了 因为这个时候 传奇篮的双C 战斗力太强了 先过来打一套 但是这边有人 在后面 看一下还可以 对大伤心上路他 打 打起来了 爱希被搁了过来 但是自己的学校 九筒炸了一下 没有炸死 差一点点伤害 可以往回撤一下 但是孟严来了 主要配合队友飞 铁男又是拿到一个九筒的人头 这里的话传奇红应该是不敢打了 现在传奇篮打架还是更猛一些 是的 他们瞬间的形成了一个以多打少 正好在草丛两边是相遇了 对 他们正好是往这边赶过来 我看了一下 社可可他是大招还没好 要不然他那个时候开团 会更有优势一些 这波九筒阵王 传奇篮这边是直接选择了 动这条大龙 哇这条大龙拿下来 这场比赛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瞎子拿到了这条龙 传奇篮现在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 接下来他们就要控下一条的火龙了 他们在这个就那孟严和寒冰的装备和输出太多了 太高了实在太高了 我们看这边其实是在草丛正好相遇 然后笑小的一个神钩配合小孩 社可可的输出 瞬间形成了一个四打一 卷毛先秒掉 虽然Mailon的伤害很高 但是没人能补 对 就差一点点 而且孟严的后续进场 姿态飞进来就根本没法打了 直接就决定了这波团战的胜军 老YG这边他们的节奏真的是很好 而且我发现笑小 她经常说自己我年纪大了可能操作不好 但是她的意识真的很强 这几次打得跟她的开团都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这几波的话就是她的这个泰坦 她先手打出了这种节奏对吧 要不然就是跟那个寒冰的技能 对 就感觉这边中野斧吧 就感觉船舰兰这边 蹲一下但这里有个视野看到了 远距离是定到了这边的IC 摄克有秒表 这边要守吗 被拉了 被拉了 控制一个接一个 大家气力劈过来 朴老师们应该要关灯了 灯是关了一个好像是微笑吧 我看微笑也是开启一个秒表 这里PT怎么办要被追 放弃了吧 放弃了吧 放弃了 他们的摄克可死得太早了 而且姿态没有第一时间过来 我刚现在关卡牌 不好意思 应该看错了 因为姿态是没有秒表 卡牌是有个金身 姿态这里也是 又被 蹲在了眼上 这里是有眼的 同学 这里两边的视野都非常的丰富 先赶紧关了一下灯 关灯要留 飞了一下 上飞 卡牌一滴血 姿态直接被秒了 卡牌反而没死 那边围的一滴在输出 卡牌要掏 笑笑这里可能要被追死 老妹这里疯狂追击 毛泽是直接被砍死了 那这条小龙可以让传统红牒手 这个局势风云突变啊 刚拿了大龙就遭受了一波很惨痛的失利 五个人都阵亡了 而且第三条的火龙 局势突然间突射迷离 真的是很精彩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这波主要还是那个开得好 就传奇蓝 传奇蓝这边开得好 而且其实我觉得传奇蓝这边 不太应该犯这个失误 因为当时他们在那个草丛里面 是有视野的 对 其实他们有大龙的话 还是应该抱得紧一点 对 正好是被传奇蓝是抓了一个机会 我真的解说这个快要错乱了 为什么传奇蓝在蓝色方 传奇蓝在红色方 对对对对 我要去看上面那个小标题 对 就你要这样想就是 我们还是能称呼老艾基和老W 就是老W是 老达B是红对付 对这样的话 是 但老艾基应该是黑对付 老艾基是白黑白对吧 好 艾基这些年一直是黑白 现在微笑的装备渐渐是起来了 这一波打完这个局面就不好说了 因为现在微笑的 就像苍姐说的 微笑的装备起来 是的 现在 包括铁男吧 以后这种英雄扛不住的 扛不住维恩的输出的 对 你虽然说这个版本坦克当道 但是维恩呀 这可是维恩呀对吧 坦克杀手 对 你在维恩面前坦克当道 在他装备起来也不管用了 他就是一件行走的巨人沙神 是的 现在老艾基报团想要拿中塔 但是 老W这边是靠的很紧 以中路线来说的话 还是老W这边要领先一点 因为中路塔是很早就已经推掉了 说实话两边那把比赛 打的质量还蛮高的 你看两边的那个野斧 他做事能力 节奏能力都很强 可以多吃几碗 你看就一直在做事 那边西瓜跟那个卷毛 那边韩尔森跟那个笑笑对吧 就一直在做事 他一直在找节奏 对 而且姿态他也是在游戏的空障 对 他是把下路的伊塔也是他堆掉的 上路也是伊塔他担待掉的 其实这把比赛质量还是很高的 打到现在的话 只能说传奇红有一个小的领先 特别是第四条的 对于他们来说 第四条元素龙的刷新 那这一波团战 对于传奇篮来说 就必须要去争夺一下了 我们要看一下艾希在下一条龙刷新之间 能不能更新 再更新一点装备 我们看到威笑这个装备好变态 对啊 出了一个守望者铠甲了已经 能不能看到当年那个经典的鸟盾 但这场没必要 因为这场对吧 对方都是这种梦魇啊什么的 其实威笑这把我觉得也可以出点那种什么 精神啊这种东西对吧 因为梦魇肯定是要突塌的 因为现在卡牌已经有精神了 嗯 威笑现在确实要做一点防御装了 男爵之力收益 富的 没办法 因为被打了一波团灭嘛 刚拿了就没了 嗯 其实前面两波我觉得 传奇来有点太把这个集火的目标 放在若峰身上了 是的 那若峰他是装备不怕死的呀 他那个水银鞋加一颗大中亚对吧 而且他还出了个时光照 对啊 他这个好肉我跟你说 他又有那个虚弱 待会闪现又有 所以下一波 他们可能要把这个集火目标 转移到威笑身上了 对 所以威笑也是很实相 那梦魇这边做了一个春歌 对 他这个就不怕死了 哇 这姿态好肥啊 随意突 嗯 他15级也是 这边要率领兵线 入侵一下中路的防御塔 这个塔终于能拆掉了 鞋料很少了 这波 我们还九筒在旁边 还好自己比较灵活 躲了一下 这发剑 差一点点 耳朵边射过去的 就是九筒的身材 抓回来了 太坦回来 小筒被抓回来了 又被秒掉了 以为闪电弹逃不掉了 哇 哇 奥拉夫这边是开 真用荣耀要追了吗 我们看塔牌 落地金身吗 这里要转人追一下 有奥拉夫太少了吧 就哥哥被打死了 那这边的话 核心的输出点 九筒再一次切进来 哇 这一波打完的话 传奇红大获全胜 又是一波一换三 而且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龙的 龙 大龙刷新 火龙还差50秒 感觉可以双收啊 刚刚这一波西瓜的开团很关键 我觉得这几波团战都打得很让人出乎意料 对啊 你以为那个大招可能要开到西瓜了 但是他不仅躲过了 又反手大了一个人 反手把小手给扎回来了 西瓜表现太好了 西瓜 西瓜这个九筒真的是 每一个大招都有收获 看一下这边 看看能不能抢 诶 姿态是有大的 开了大招 但是已经被秒了 没人修了 没人是有大的 也是通过一个影视的效果 看一下姿态有没有机会 对 闪现 闪现走了 哇 但是来 韩神抢到了帕龙 我的天哪 这场比赛经典元素都有了 哇 有那味儿了 有那味儿了 我看韩神他那个盲森一直在找机会 姿态在疯狂地迈开视野 终于让他抢到了 所以姿态是一个吸引火力的 对 我的天哪 盲森说你下去卖一波 你帮我卖一下 这个龙我帮你拿了 其实他们下去的时间是稍微有点早的 但是正好那个龙的血量是正好够的 对 而且那个火龙 火龙我们看两边都是集结了兵力过来 姿态跟韩神是没有复活的 那感觉 但九董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不行了 因为是五打三 可以可以可以 传奇红拿到了这条火龙 哇 这场比赛经典元素都有了 抢龙都来了 但是不得不说 传奇红这第四条元素龙 也是给他们带来了很高的收益 我们看他每个人的脚下都采取了火龙圈 就老大V这边现在头上的这几个龙buff 看着就有点吓人了 我们看这一波 从姿态的表演开始 进去先把自己的春歌卖掉 反正他先是去开视野 他目的就是开视野 是的 然后给海神机会 脸毛操作很帅 这一球又把这个视野点亮了 对 54滴血 哇 54滴血 哇 这老A记得双子星啊 姿态跟韩晨 肉体外一波春歌又外一波 争许时间 这把比赛真的太有意思了 但后期的话 就维恩的装备慢慢起来之后 哇 看维恩这个装备 很恐怖的 泰坦跟铁男可能站不住 大蓝盾已经有了 他这个装备就是给姿态出的呀 微笑这个出装啊 很扎实 勾过来一个Melan 卷毛这一勾 哎呦 铁男直接被秒了 铁男没开出 大直接被空到死了感觉 那这一波的话有危险啊 我们看一下 墨地精神 但是黄蛮没出手 但是这边九州一级的 两个人定了一下墙 泰坦能扛住吗 又把泰坦包起来了 三个人能够从头倒走 这一波感觉要出声了呀 中路的话有二塔 我感觉要破一路了啊 传奇红阵大少者 胜利在迈进 他们已经完全把节奏给打开了 现在主要的位置已经发育成型了 没错 而且他们又是卷毛的机器人 又是九筒的开团能力 对 两波都是开团 开坚守 这个机器人跟九筒这场比赛真的开得太好了 是的 这边的话他们不敢抢手啊 卡牌一个黄牌 没有机会 中路的高地告破 传奇红拿到了中路的水晶 现在对于传奇来说 压力好大 因为后面还要等待他们的是远古龙 但是大龙MUFF又要没了 对于他们来说 也没办法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吧 他们的大龙MUFF也没办法利用了 他们虽然拿了大龙MUFF 但是没办法推啊 对吧 看下刚才这锅回放是卷毛 又是卷毛 一个勾 真的是 小老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卷毛这机器人啊 然后卡牌的落地金身 带着黄牌金身 这场比赛经典元素都有了 对 你怎能不兴奋这场比赛 落地金身带黄牌 太有意思了这场比赛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出 当年的那些比赛片段 然后做一个对比 对 做一个对比 水银 我们开始和这边周云出了一个水银时代 而微笑这里的话 再更新一把黄叉 现在两边的上单的装备 也都非常的豪华了 这问题就是 至于PG来说 他装备好话 他也挡不过维恩的输出 对 主要还是 曹姐说这个点 就是他金属怕这个维恩 你不管关不关维恩 他就点你 你看 直接开大 要上这边 他扛不住他关维恩 也没办法打不过 扎了一下 套上去 又关若峰 若峰这边又是一个金身 PG这边还是一个金身 这边艾希在旁边射 但是又被土脸了 奥拉夫捡斧 这草莓太猛了吧 他就真瘦了点 上沙微笑的差一点 这波要被团灭了 草莓这个奥拉夫 看到了熟悉的草莓 好家伙 这是IPL5的草莓吗 反正他们这个出装想杀 微笑但是并杀不死 而且这个时候奥拉夫 根本无人可挡 就去推你们艾希 对 然后他们前排的 就被卖在前面了 又打不出微笑的输出 恭喜传奇红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比武肖会 比武肖会 踏上了ミ如果��ive 比武肖会 其实我今天比赛的时候 就在想 第一局比赛应该是最精彩的 看选手想拿什么阵容 然后没想到今天第一局比赛就打得这么的惊喜 又是我们经典熟悉的经典阵容 然后又各种经典元素不停的出发 还有很多好玩的 就是很好玩的失误在里面 就有抢龙 有这个落地的金身 包括我们看到草莓之后奥拉夫 对吧 孟茴IPL5 那个感觉 是 我还偷偷看到一个卡牌追人的时候丢了一张红牌 没关系 这些都是小的细节 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了 当然我觉得传奇兰这边 其实他们在前期啊 他们的这个中野斧节奏 包括这个他们一些开团 这个泰产的勾啊 其实包括奢可的发挥 前期打得都非常的漂亮 就感觉确实认真 我觉得老一斤已经是很 毕竟是奢可可和笑笑下路嘛 突然感觉就抢龙之后反而是有点 局势就变换了 抢龙之后你发现突然这个局势就急转直下 突然就崩了 然后一直被这个传奇兰打了两拨团面 然后就一拨了 本来还在担心这个维恩的发育 突然一下它就长起来了 对 所以这场比赛真的经典元素都有了 相信大家也是看得非常的开心 第二场比赛的话是一个征兆模式 是更有当年打职业比赛那种 对 这个会比较的更偏专业一点 但是其实大家虽然还是抱着娱乐的心态 但是大家肯定会更加认真一点 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它的娱乐的东西还是在的 因为他们选出的这种阵容还是蛮复古的 对 那第二场的话因为是一个BP 那可能两边选的英雄可能就要跟我们这职业选手差不多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其实场上也是有在做职业教练的 而且刚刚退役的 肯定都是嗅觉敏锐 然后拿第一手新鲜的当前火热阵容 对 下一场的话就要拿出一些这种 哎 愤怒英雄了 对吧 海纳 对 奥恩对吧 这种就整起来了 奥恩吗 自选模式大家肯定是想更多的看大家拿手的英雄 对 比较 比较 大家应该是找回了这一场的感觉吧 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找回了青春 肯定是找回来了 我这看得非常的激动啊 真的挺激动的 而且这一场其实说实话到后期的话 像微笑和西瓜 毕竟他们最近是离这个职业比较近 或者水平比较高练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优势也体现出来了 其实比如说西瓜表现得真好 对 对吧 西瓜这个酒筒 哇 打得真的特别果敢 对 这真的他招牌 哎 那BP模式我觉得 现在给传奇兰出点主意 先把这个酒筒办了 酒筒先办了 酒筒现在又很强 而且西瓜他们要换颜色 酒筒很厉害 呃 那可能要换 因为这场我明显感觉到西瓜这个酒筒 就是就夸张 就神了 就每一次都有它 前期的话其实你还可以说像 笑小雅像那个KID 他表现还蛮不错 但是在中后期啊 他那个西瓜每次开团 开得非常的果断 对 包括卷毛吧 就我觉得就是两边野斧 就是一边前期表现好 一边后期表现好 那边西瓜那个酒筒 后期太夸张 就是完全靠他们俩 把这个IC的这个C位给克制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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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